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核目人员 说话都只要去半千钱 跟他们说话就要去完结社派 他们那些没人家的 核目的都算是公家套务 核目的更快 他也不让人讨论最漂亮 所以就轻轻拆拆啦 但在他们的目标来 台湾人也是只要去半千钱 说话也不知多客气 这意见是要用来交流的 有话说得好听到没好听 也是一种合文喔 怎样说话也不知多客气 说得好听 让人在调香水 让人感到很尊重 那说得好听 让人在放透去 让人听得好会起来 有时候还会帮人想到 我就要帮人想过了 那一期几天啊 什么一天我来听看呢 我就有一次去买一台最新的恩怡婆 拿给我们一个朋友看 她的眼睛揉起来 连梦都没梦 她就跟我说 你买这个无路用啦 这个我也有买过 结果让你用一个星期 你就不需要用了 说话才不客气喔 对啊 其实我的心情是最新型的 说念一阶段不知道 她就直接跟我看念主 说话是会让人感觉很适合 说话是会让人感觉很适合 说话是会让人感觉很真心的 就算是六月天也会出人心疼 这样听起来 你也有感受过喔 我有一天 和我家旁边的一个中队 在说风、散步、台湾 有一个人也走过来 不透透 他就问我家旁边了 几月了 我家旁边就说 夭买了 这七十三而已而已 那些人就是说 七十三月喔 看不出来呢 你说六十三 我家旁边有什么东西 还真厉害说话喔 不过 还要听到后面 那些人就说 你年月这么高 不透会比较痛 走路就要比较小 不然 如果看不看得到 你这个年月是真厉害的 到处的人就让人抱抱起来了 蛤 真厉害说话喔 要出嘴都无用讨厌修行的 是啊 那如果是孙老师 你的嘴 就很甜又很厉害说话 会很厉害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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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些人是在公家 但有些人是很欢喜 又很安逸 好厉害 其实我也不是够说话 尤其是要顾我的口识 跟过游我的心情 我有诱情一个好习惯 在说话的心情 都有经过头脑想想 这句话不可以说 还是不可以说 这句话说出嘴 那会结极了 那会把我们相害到 我都有相当的出口识 今天是要给我们大家 好位接见法 太位不要出嘴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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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